前日才以长发造型 媚态开场的林佑佳 四日由恢复了以往红毯 第一顺形象 走起书生路线 轻心饭献身自己的新书签名会 首次升格当作家 林佑佳坦言很辛苦 但早前与绯闻女友邓紫棋 通有欧洲三个月 足够捧回君弃神了吧 而近日前香港媒体报道 邓紫棋已经承认甜蜜之旅属实 女方都表态了 林佑佳是不是也该大方给女友个名分 又将刚从欧洲完颜来 对她的理由感觉还好吗 其实我没有说我去欧洲完颜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像 我去看香港的原文 其实邓紫棋 她也是回答她自己部分的问题 她也没有代替我发言 所以那我沉职了这段时间 我可能自己人生中有一些收获 那我也希望之后再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用我的节奏 这样子呢 谢谢 先是不承认又转为不否认 再加上类似人生有收获的毛腻话语 显然只是现阶段 还不想正式公开恋情的耍太极状态 不过两人居然都在 惊取一掌星光大道上牵手了 就干脆公开好了 毕竟相爱是一桩美事 相信大家都会祝福的了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